画面上是国道1号南下10K的地方 目前已经开通一个车道 立委蔡适应清晨6点到现场进行勘察关心 感谢工程人员全力抢通车道 也希望用路人行经时一定要减速通行 注意安全 不眠不休 所以在进行6点以后能够开放内线车道通车 所以适应特别来到这边 来跟我们有机长市长来看一下整体未来通车的状况 但是虽然内线先通车 不表示工程已经结束了 工程他们还要继续来施工的努力 所以适应要非常感谢他们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进出完毕在工程中 也要注意安全 那另外也要呼吁 我们到高速公路来这边使用的用路人 到这边一定要务必减缓车速 因为整个工区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一定的状态 那我们希望这个方式 这样的通车能够减缓整体基隆地区 到大台北地区的整个塞车的情形 所以今天事页特别感谢当官职业 感谢昨天部长 在我们现在要反应之下 请他们全力推动 卡上的通车的一个支柱 我非常感谢他们 昨天有估计大概至少四万 立方米的落石 各位可以看得到来路上 非常多的杀石在盘队在前面 所以这个还需要一点工作的时间 再加上他们还要在旁边打 那个机装机装机装 机装机装的引力颠簸 避免即便落石清完之后 还有第二波的落石掉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告诉公路局的专业评估 后续会来说 记者黄日生综合报道